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5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文学城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事件13号 发布了恐怖主义公告 称即将到来的911袭击 20周年纪念日以及宗教节日 可能会引发极端主义袭击 这个消息分量是非常重的 报道说这个公告 名为国家恐怖主义咨询系统公告 其中摘要尤其提到 在2001年9月11日 袭击事件20周年前后 国土安全部继续面临着多样化 和具有挑战性的威胁环境 也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并不安全 有可能出现新的恐怖袭击 他说我们认为宗教节日 可能演化为具有针对性 暴力行为的催化剂 也就到了这个日子 很可能有一些组织或者个人 会有一些举动 令人意外 非常可怕 报道说美国国土安全部 当天发布的这则新通告 是为了提醒美国民众 州和地方政府提高警惕 与之前的公告一样 美国国土安全部 在这份公告中表现出 对个人不满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信仰驱使的国外 极端主义的担忧 就是恐怖袭击可能来自于个人 某些个人 也有可能来自于某些 极端主义意识信仰 这样的一些组织 就非常可怕 总有些人在背后搞事 一出事就是大事 千万不要以为911只有一次 或许还有若干次 而且随时可能来到 提醒国民做好心理预期 做好准备 不过报道称 该公告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威胁 它肯定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有很多信息 但这些信息 你不好把细节公布 公布以后有可能导致泄密 甚至影响一些提供情况人的安全等等 就是这个意思 你既要警惕 同时你也不要过于去抛根问题 非要找出细节来 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那么这篇文章讲 它说单表示美国当前正处于危险加剧的环境之中 现在的确是形势是非常的麻烦 你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兵力调到亚太地区 围堵鸡权统治 也就是中共 中共现在成了头号的敌人 但是你想 塔利班就不完事 阿富汗这个事 可以这样讲吧 给人感觉一流问题也很多 那同时中共也会操控一些人 在西方特别美国也搞事 所以要小心 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此进行了笼统的描述 包括国内恐怖主义威胁 受到外国恐怖主义影响的威胁 受到恶意外势力的影响的威胁 三个威胁 此外 冷在持续的全球疫情可能加剧这种威胁的产生 德尔塔病毒 好像在美国也是 给人感觉是比过去还要厉害 看来人类和病毒的战斗还要持续很久 有一些观点认为 这个病毒冷安是中共施放的 你像严厉梦 也提到这个问题 到底真倒是假也值得思索 这都是些很麻烦的事 美联社报道说 该公告还特意提到 驻扎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 以及其在过去四年中发表的第一份英文版杂志 你看塔利班组织 这个摄影院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 以及近四年中发表的英文版的杂志 公告称该杂志体现了美国国内 恐怖主义组织能在试图鼓动其国内亦受影响的极端主义分子 有一些可能就藏在美国的国内了 随时都可能再次搞出恐怖袭击了 所以尤其在美国枪支比较多 要搞这种袭击很容易 可以这样讲 非常的方便 实际上也经常发生 当然有的不一定是恐怖袭击了 有各种原因产生的 这都引起注意 2001年911上午这篇文章回顾了这段历史 恐怖分子劫持的四架民营行客机 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就双字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 事故造成几千人遇难 911恐怖袭击 由此震惊了世界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非常生俗 为什么那个期间 刚好我怕已经入狱了 所以这个出来以后才看到更多的这个信息 前几天还看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录像片 非常恐怖 也就是说 虽然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恐怖分子会采取这种办法 就如同现在 人们难以想象 会有人以病毒来攻击人类 所以这个事值得研究 到底是不是中共故意释放的 如果故意释放的就是一场恐怖袭击了 超底线的 超限战 如果是威胁露的 那也要承担罪行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只要看这个过几天拜登的报告 以这个报告为准 也可能报告还拿不出结论 那人类要追溯它的来源到永远 肯定要追溯下去 要为这些死去的全球是400多万的 感染是2亿人的 美国是60多万 为这些人而负责任 不能因为他们失去生命 我们就保持沉默 之所以追溯就是为了支持下一次 再发生这种类似世界 也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生物武器战争 这个事是一个呆解自谜 但是在这之前 911是肯定了定性为恐怖袭击 而且当时美国还联络中国一起 搞这个对这个恐怖主义进行打击 中共钻了空子 这个也是这个暗度沉伤了 这个事也很复杂 那么今天这篇文章讲到说是 这个作为200多年来 美国本土遭遇的第一次外部袭击 911恐怖袭击引发了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并将战火延续了十多年 恐怖袭击不仅改变了美国 还改变了全世界 的确是这样 人们生活的恐惧当中 不像以前那样 拥有和平 这的确是个问题 现在还要撤出阿富汗 因为现在又出现了新的 更麻烦的目标 那就是中共 中共还要搞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就人类病毒共同体了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把红色意识形态 共产党这一套 集权统治东西 让它蔓延全世界 这样人们就没有什么自由了 所以说这是需要警惕的 因此这篇文章 我认为今天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了 那么今天海外七谈节目 这是第二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